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 不要再听你直播间里面的那些人乱说了 不是他们 王菲有什么好的 我王菲哥是真的想帮助而且很好 因为他们家就是我相亲对象 他们那边今天没有来说 所以说我妈妈现在也有点烦 他们要去商量一下 找他们的那些亲戚商量一下 然后商量好了之后 今天你们说的 但是一直不来等不到人 所以说刚刚我妈妈跟我婶婶 我叔叔他们又商量了 明天我跟他们商量了 明天我们如果他们现在十点之前还不来的话 我们只能我们只能去他们家问一下了 然后好好的解决了 然后明天我会 你们觉得我明天去的时候 要不要交上王菲哥 我可笑我一跳 我妈妈回来了 应该是 我妈妈回来了 家门 表姐 你妈妈 怎么来了 我的文献 我表姐来了 家门 我再弄这个文献 我在直播 我妈妈 直播间你没有说什么呢 真的不打算去了吗 你看你为何福建的那个条件这么好 你不要一来就那个 你听我说一下吗 你也知道你妈妈 来老师 你长大不容易 因为你爸爸走得早 然后你就说我们女人嘛 人家都说生的好 还不如嫁的好 你看他们家又那么有钱 你嫁过去真的一定会过得很好的 给你说你提表姐一句劝 如果你不是我表妹的话 我肯定不会劝你 给你说你还是嫁过去吧 你也知道你不去的像场是什么 因为你妈根本就赔不到那么多钱 你也想好着呢 唉 就 嗯 不说这个嘛 我们都说好要退的嘛 对吧 你怎么可以退呢 跟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妈妈 你妈好不容易把你拉扯长大 你现在说补去就补去了 那你妈拿什么钱去赔给人家呀 你又不知道我们移住 你先你先不要这么说表姐 嗯 就是 嗯 可能 你这些你说的这些可能我感觉是错的 因为我感觉 因为我感觉 这些虽然我现在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 说不定我以后可以 说不定以后我可以 嗯 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呢 我跟你说你自从认识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你就变了 他们能给你什么好处吗 那些事 你要是乖乖的听我们父母的确给你说 听父母的是绝对没有错的 你还是乖乖的嫁过去吧 嗯 直播间你们觉得我表姐说的对不对呀 嗯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的话就是 我现在准备把这个退了之后 我就去外面 其实你说的不三不四 他们真的很好 像王菲哥他们对我特别好 你们不知道人家的类型 人家就是嘴巴是对你好 但是人家类型是怎么对你的 你也不知道 你不要相信其意 相信任何人跟你说 你还是乖乖的嫁给人家 你看人家有钱 什么都有 有神秘 男你不好吗 但是他人皮很差了 你怎么就不相信 你都没有嫁过去 你怎么知道人家人皮差 人家对你也不错了吗 表姐 我跟你讲啊 现在我 我现在你看 我这是在直播 就是也是你说的 不要再听你直播间里面的那些人乱说了 不是 他们 有什么好的 我王菲哥是真的想帮助 而且很好的 直播间里面的人乱说了 跟你说 我又不认识证 我看不懂他们在打什么 不是 他们打那个一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哪里有哪里有 你还是乖乖的听我们的 要不是你不是我表妹的话 我真的不会跟你说的 真的是 可是你嫁过去肯定会幸福的 这个你不要在我妈妈面前说嘛 我妈妈已经被我说好了 你这样子说的话又不好了 你就 你这样子做 你觉得对得起你妈妈 她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到 你现在应该 就是好好的去回报他们 不是说就是你不嫁了就不嫁了 那你连你妈的这个面子 我哪里搁呀 你们也知道我们遗族的脖子 觉得你娃娃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真的是好人 他们那你们就好好的他 要是对你好的话 劝你好好嫁过去让你幸福才对呀 你跟他在一起绝对不会幸福的 哪一天他把你 骗出去卖了都不知道了 给你说 这个妞 娃娃 是不是 那是值得让我相信的吗 那有本事他把钱给赔了呀 人家现在 之前给的才艺那么多 现在不赔 刷备的话人家就 但是你 就是这样子的 王飞哥 之前王飞哥跟我妈妈说 王飞哥所有的事情他都承担 所有的那些费用什么的 他都来 他都还 让王飞哥来还 但是我表姐跟我妈妈就是不相信 一直不相信 他们害怕跟那个相亲对象 我们两家谈好了那个 这个的时候 他们就害怕王飞哥突然跑了 就不管了 他们就害怕这一点 但是我相信你王飞哥有钱吗 他有钱赔了 他有 他真的有 不是 我不是王飞哥 我是以后要跟王飞哥 然后 就是好好的去回报王飞哥的 而且人家王飞哥是发自内心的 想帮我真的 他很想帮我的 你真的是完全不能相信别人 你要相信我们 你相信我们 我们才是对你最好的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家人知道吗 那人家 你过得好不好跟人家无关 所以人家肯定这样子说了 哎呀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真的 你们觉得王飞哥像是坏人吗对吧 我去把你妈叫过来 什么 我的话你都忘记了 我去找你妈 不是你找我妈 干什么呢 我就把你妈叫过来 不是 我的话你是公平 你不要 你不要跟我妈说 你不要跟着我了 我去把你妈叫过来 这个事 我跟你说 好不好 你是 哎 表姐 表姐 他会不会又跟我吗 我妈妈这个人是别人说一句话 他就信一句话的 我妈妈这个人的话是别人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我就害怕我表姐又把我妈妈说的又那个了 我一直就很害怕这个 而且我表姐也很奇怪 她一直一直让我听小小的 真的我发现我这两天 我所有的家里面 他们都让我相信小小 为什么呢 以前我一直很害怕 我自己不好 呃 我也很害怕 就是我 我自己出去了 什么 干什么也 就是干不了那种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 我真的是 什么 你们说他们是一伙的 怎么可能呢 我表姐跟小小 怎么可能呢 不会吧 我表姐跟小小是一伙的吗 怎么可能你们不要乱猜了 但是好像确实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跟王菲斯本这样子不行 但是我已经 我这个人真的这一次很很就是很坚定的 上一次啊 订婚那天我真的 我当时我不知道真的我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来 那个 然后就是呃 跟王菲哥解决好之后 就跟王菲哥一起出去了 以后我在呃 这里 我也就 嗯 不用干农活这些呃 来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了 我要去呃外面呃 做一些更有前途 呃让他们呃 过上更好的那些 爱过才后悔 想要用酒泪麻醉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无悔 要不要干什么呢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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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